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10月25號我在 國事論壇提出台灣應該 成為亞洲第一個 通過 婚姻平權合法的國家 讓同志議題成為 亞洲的驕傲 11月7號的時候 我提出了一個民法972條 修正案的版本 然後獲得了 17個跨黨派委員的支持 那連同油美女委員還有 時代力量的版本目前我們整個 立法院有將近半數 的委員表態現在 是時候來討論 婚姻平權這個法案 我再次強調是討論 那現在這個社會目前對 這個爭議說好像我們立法院 要快速的黑箱的通過這個 法案我想目前不是這樣的一個 狀況那如果一個民主的 國家有半數的國會議員 有覺得有必要性 在這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 來去討論這個 重要的法案的話 我想這是表示台灣社會 進步價值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那第二 我的修法的精神是把 民法972條裡面 有關於父母夫妻這個 一男育女的稱謂 把它改為比較中性的 所謂的雙親配偶這樣的中性用語 第一個它不會影響到原有的婚姻制度 也不會破壞所謂的傳統家庭的制度 因為這還是維持一個 單一配偶制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在這個 新的民法的修法的 這個過程底下 還是要組成家庭 還是一個單一配偶制的家庭 所以原本異性戀 或是原本傳統家庭的這個 權利和義務 權利和保障 並沒有被秉除在外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秉除性的條款 那第二 關於社會上有很多的這個 爭議說為什麼不立特別法 在這邊我要特別來說明 以立特別法來說 像德國它用特別 同性伴侶法來處理這件事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因為它只承認同性伴侶 但是它沒有承認同性婚姻 所以在德國目前浪費了 極大的司法資源 在處理官司訴訟 而這些官司訴訟呢 包含了所謂的財產的繼承 還有法律上地位的認定 還有這個生死決定的時候 誰能夠簽署這個權利 那再來的話是 為什麼要把這個修民法這件事情 納入到這次的修法裡面 如果說我們用特別法 來去處理這次的法案的話 那其實有點像在美國 把黑人這個集中到公車的 後面那個地方去 把同志設為一個 特別的一個族群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已經進步到 因人權而平等 那如果說台灣社會 現在有這個聲音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 理性來討論呢 那我再次強調 現在是一個討論的一個關鍵時刻 在這個議題上 沒有任何一方是敵人 在這個議題上 每一方都要去了解對方 那關於這個議題上面 有幾個 我想我在這段時間 也承蒙這個黨團特別的這個 支持開放個別委員說 來各自表態 那但是我也接受到 很多的團體上面 他對這個議題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我也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表述 第一個這個修法並不會造成 所謂的一夫多妻多批人壽交 這些問題的產生 因為在這個修法精神底下 還是承認單一配偶制 所以這些問題完全都不會發生 那第二個所謂稱謂的問題 那家長說在學校 是不是就不能夠用父母啊夫妻 這也完全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再次說明 這不是一個秉除性的法案 就是把同志同婚這個議題 納入到民法裡面 跟原本異性戀 還有原本相同的這個 傳統的夫妻原本的家庭的 這個規範裡面並沒有影響 那再來的話是 學校的教育應該怎麼教 我跟這裡跟所有的這個 委員先進還有這個媒體朋友報告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說 愛是沒有標籤的 因為如果你愛的人 剛好是同性的話 那麼你可以跟他說 社會上有另外一種選擇 而法律上給予相同的保障 我想這是一個代表 台灣社會進步的一個立法 而現在這是我們 開始討論的最好的時刻 我不確定在今天這個法案 有沒有辦法出委員會 但是我堅信開始討論 就是代表台灣社會進步價值的開始 謝謝 好在下一位